看到他就觉得这是个传奇人物 很多事情给人感动 你看我们肯定他的部分 其实跟政治立场并没有那么大的关系 尽管蒋卫水先生在学生时代 其实就秘密加入了这个同盟会 但是这些部分都不是 我们纪念他最主要的原因 而是他对于台湾在政治文化跟社会方面的共同点 谈到蒋卫水他掉眼泪 他们认为谈蒋卫水可以深化国民党 与蒋卫水的连结关系 也为自己的本土论述进行强化 我们今天非常难得邀请到薛老师 薛老师你怎么看 麦英九一直说蒋卫水 我相信是这样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蒋卫水在过去一直被形述成说 他是台湾的孙中山 他认真的尊敬孙中山 这就是不怀疑 然后另外就是说 他认同中华民族 所以这些东西变成一个plus 加分 就像过去 有什么高中教科书最早在此行人前 会有台湾史小小一段 那就要纪念台湾先贤抗日的历史 所以所有历史在过去就强调什么抗日 就是这样的一个image 但是其实蒋卫水这是有这样的image 仔细来看蒋卫水的主张 未必只是这样子 我想很简单来讲说 蒋卫水当然对于他的汉族血统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同样的他所在日本时代他所追求 我们在内心看不见 具体的主张来讲是 追求在日本统治下的高度自治 所以包括所谓的议会设置请愿动 其实讲话他不是真的怕所谓革命推翻的路线 这是一个部分 请愿 用怕请愿 请愿运动 然后后来总是注重社会运动 也不是我们想象那种武装革命无稀工 另外在文化认同上 对蒋卫水来讲 他认为台湾固然是有很大的靠文化的传统 对来说这是不太厉害 是负面的 因为我觉得大家对于是近代西方文明 所以这个在我们在看那个 所谓包括台湾文化协会 要对求撒的东西来讲 我们这报线都能看到 所以这可能跟我们所认识的 一般认识的蒋卫水不大一样 但是我想这是蒋卫水的历史意义 在那时代 带着台湾人追求近代文明的追求的部分 追求台湾人的自主的部分 我想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他说所以 你认为马先生跟他说抗日 跟他说他认同中华民族 只说他是同盟会 其他没说 这当然我认为是不足 第二次是同盟会 我也实在没有把握 因为同盟会1912年就不存在了 蒋卫水以前还没几岁了 我比较有点担心 是 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 蒋卫水刚刚讲的 马英九讲的对不对 对啦 就是说他有没有抗日 有 但是那个抗日是属于比较议会请愿的 不是武装革命的 第二个是他是不是中华民族他认同 可是他主张近代的西方文明 是不是这样 而且我要说明一下 他说他的汉族的东西 那跟国家认同是两件事情 因为他如果认同所谓的 汉族当作国家认同的话 那他一定要推翻日本的统治 可是他对他自己作为 日本国的国民这件事情 以及制度内要求社会运动 还是要求政治的改革 我想这是不大一样 这跟谢雪宏 台湾共产党主张建立台湾共和国 那个主张是不同的 我问你就是马先生有必动就轻吗 我个人认为说 以他过去做的教育 他对这段东西如果不了解 也是可以了解的 你什么意思 他跟我们相同的教育 我们的教育基本上不教授 你也觉得他是无知吗 我认为很多他是不知道 他不知道 我认为是马英九是表理不一 怎样说 因为你现在去讨一水军出租的 那本叫做炎香精神 看他的本土论述 他里面说起来 他里面说 今天台湾民族 东华运动的流出是什么 是国民党的政府 由台湾带来自由主义 他就没去拿到讲卫水的民主运动 他也没去讲卫水 担保成立政党 这是台湾民族的声务区 他就没去说这样 他就说 我驚在东华 吃水垢拜仇头 饮水施言 是国民党政府来台湾 把自由主义抓来 自由中国十字团 让你们这些东华的人 有一个 所以是雷震拿进来 对 他是说国民党 中国带来 如果我驚在 马英九在追念 讲喂水 除了说他是孙中山信徒 他是认同中华大民族 这个汉族 除了说他在日本通敌之下 有去反对日本 这样以外 你也在表达他 他是台湾开心民族 没见 这样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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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 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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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